受到气候异常 今年雨水上半年雨多 下半年却没有雨水的影响 以七堵区金明昌休闲农场 生产的蚊蛋来说 比起去年同期收成减少三成左右 今年就是在三月 幼稚在开花的时候 天天下雨 所以受蚊的基地很低 所以少了好几成 少了两三成以上 农场主人张青坡进一步表示 原本一棵老藏蚊蛋树 可以结果上百粒蚊蛋 结果今年不少蚊蛋树 大概只有结果60粒不到 还要从别的蚊蛋树采摘蚊蛋 补偿给任养蚊蛋树的客人们 因为当初保证一棵任养的蚊蛋树 可以结果60粒蚊蛋以上 所以本来我150棵 我自己都给人家任养100棵 其他50棵是去年自己留下来 还拔了四五千斤 所以今年50棵留下来 只是说把补给不过60棵的 每株树都要有60棵树保证的啦 如果没有60棵树也就补它 所以今年自己50棵树留下来 就补给不过的人 就这样 所以刚好是受粉的时候下大雨 现在反而是缺水 就会造成最后柚子结果的时候 是这种状况 对啊 向来一来就开始一直好天 所以我现在这几天都是拿水管在浇水 就是不浇水的话 柚子长不大 太热热的话 连叶子都弯弯的 就是叶子就没有水分 所以我这几天都一直浇水 我们张老板 尤其要帮这些任养的人照顾得很好 也非常诚信 尤其我看虽然说他刚才所讲的 因为下雨的关系可能减少了三成 可是他还是照顾得无为不至 特别感谢他 张清波指出 他种植蚊蛋几乎不用农药 采用吊挂黄色补营屋 自然抓果蚓的方式避免虫害 结果上半年雨水太多 影响果树受粉开花 下半年却因为几乎没有雨水 自己又要想办法拉水管 用吸水灌溉补水 避免蚊蛋树无法结果 不过气候异常 还是导致蚊蛋树欠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